这两天有个开心的事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位号称是北卡罗来州立大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好像是 然后博士 现在在国内某开发园区 说自己在五天之内感染了两次不同毒株的新冠病毒 然后这事他就发到微博上去了 好多那些爱国大V就赶紧就是转发上万 也有明白人就觉得说这不可能 这从你首先第一个你一个园区那 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就我知道的 只有一个P4实验室就是武汉出的事就是从那出起来的 但是你不能说是你现在没有完全的把握说就是那的病毒泄漏 但是有一定这方面的嫌疑 只有一个P4实验室在那个地方 你一开发园区是不可能有这种规格的实验室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那哥们他好多的这些东西对不上 比如说专业什么的这些东西对不上 这个其实这得是明白人他能知道 但是这帮爱国大V他不管这个 他就直接就直接转发 评论他 我就觉得这事是应该这样的 然后结果这两天这傻逼被抓了 是一个便利店的店员 便利店店员闲得没事 我估计是生意不好还是从理货变成门口看门的了 反正闲的没事就编了这么个故事 而且这哥们还挺厉害的 我必须得说你如果让我看他那东西 我肯定不是这专业我也看不懂了 他说的真是头头是道了 一般人你还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他忽悠 但是一般来说像我们这帮人就是老鸡贼了 为什么会很少上这种当子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你看他原来写的东西 这哥们原来是说要吃莲花清瘟抗议 吃莲花清瘟抗议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我对美国这边的了解还不算多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一所周立的正规的大学 然后能够培养出一个吃莲花清瘟 认为吃莲花清瘟可以抗议的生物学的博士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真的是可能性不大 所以要跟我翻了一下 我肯定不会把他说的话当真 因为实在已经他在学术方面 他这方面露底露得太狠了 你要是你说你是中国某个大学出来的 这我还能信 你要说美国那边某个大学 我信的就不太可能能让我相信了 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帮爱国大V就全都受了骗了 而且现在是被一个便利店的店员给骗了 这个东西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个 这哥们他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下的功夫之大 应该说怎么也能够到 如果他拿下这功夫的这种经历 去考个专业的大学 或者是说去起点 比如说写个小说啥的 其实都有可能能成名 下这么大功夫之后 在很多的平时你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的人眼里 他就是个专家 因为你不懂 这咱说实话 你再怎么样 你看实际上来说 我自夸一句 就是说我看科普书还是看挺多的 可是你要让我大致的东西 我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说你要让我说详细的 什么ACE2什么这种 它那个竖章细胞什么 如何如何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了 那个东西是非常细节的 真正的这种知识基础 你是没有的 所以他一旦说出这种专业名词来的时候 我就不可能知道 你如果是指示一个单独的一个专业名词 这我可能还能理还能说还能还能跟你斑斑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基础技能 你查论文嘛 对吧 你比如说上回在重庆 有一司机把那个车 公交车开桥下面去了 就有一个哥们说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奥利奥利 什么的 当然不是奥利奥利了 那个词还挺绕口的 我还老记不住 我给他叫奥利奥利什么的 他就说是因为这个司机就晕了 然后把车开去了 我说这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传统技能 查论文 一查 那个所谓的那个利是战斗机飞行员才会预账的东西 你战斗机飞行员 我操 你他妈公交车你能开出战斗机来 打死你也开不出来 对不对 你连坦克都开不出来 像这样的这种东西 你可以有基础技能查论文 这个可能还行 但是他成体系的整个的知识 这是没有的 这是你做 你做不到 而且他下了功夫 他蒙你 一蒙一个准 为什么好多的时候 你像很多我们觉得特别牛的人 就是说他也是在某个领域里是大牛 对吧 然后他就信所谓气功什么这些玩意儿 他不懂 他是真不懂 他不懂的时候 他跟他领域差的隔着好几个门槛 那他一忽悠一准 不要觉得说这帮就是说 这个在某一领域当中 他有一定成就的人 他就比一般人在另一个领域当中 他就懂得更多 但是呢 当然了 这个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他经过一个非常良好的学术训练 他起码能够根据自己的常识 以及他这个比如说查阅资料的能力 能够少掉坑里 这个是比一般人强的 但是呢 实际上如果真的设计好了 忽悠这帮人 一样 一惑一准 真的 那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愿意说 这帮所谓爱国大威相信他呢 这不是最近一直在骂唐匪吗 对吧 把这个所有的这种 中共政府所没有准备的这种报复性开放 对吧 他要不然是 就是他两级嘛 他从两级来回蹦 要不然是严格的动态清零 变态清零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一下大萨把式的开放 那两级蹦的时候 那本身是执政能力 以及对社会的服务的能力不足的这种表现 那结果呢 就都归结到这帮所谓唐匪身上 就是说 你非让我躺平 所以中国才是这样吗 对吧 OK 好 那他既然是说 也认定了唐匪出问题 那就看到了他心目中想看的新闻 要把这个东西说的很严重 五天之内可以怎么感染 就是重复感染 对吧 那他已经不会觉得说 他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了 你像有一个人就是叫双叶 在微博上也放个大V 那是一直以来就是在播报这疫情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播报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那播报的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日本 他就直接就是说日本这个我没法播 因为他不检测 数据不透明 日本说实话 他的数据如果不透明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多少透明的了 所以你既然说这个 那我能说啥呢 我又不 因为平时关系也还是有能聊两句天的人 那我能说什么 我就不能说什么了 对不对 那你随便说去吧 那他们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这个才是问题 就是我们这帮人其实都有这个毛病 不光是他们有我们有时候也会有 但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因为你常年的 在新闻领域里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警惕 你到这个时候你就警惕说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我看到的 就是说我是不是看到这东西 是我想看到的都把它特意挑出来了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例子 这两天有一新闻 就是说中国政法大学那标题写的特牛逼 中国政法大学2022届 它只有8%的人 8%的毕业生 他找到工作了 对吧 确定有工作去向了 那如果说我只看这么个标题 那我肯定就觉得说 我操 说他妈这个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应该是最好的 我可以就写就说个评论 那但是呢 那我们这帮人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叫警惕 说这个应该不可能 这第一 首先第一 这是常识 就是说中国政法大学 是中国几乎是法律领域里 最好的大学了 那他的毕业生 如果只有8%的话 这个东西就 这跟常识完全不符合 那然后你再去查 哦 他是有4000多人 然后呢 他其中呢 有多少多少人是 有要深造的 有多少多少人要出国的 有多少多少人是 马上找到工作的 还有一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那实际上他的那个 有去向 有确定去向的 大概本科生的有80%几 对吧 那那个84%点多 那那个硕士生呢 就是研究生呢 他那个有毕业了 有确定去向的 大概有94%点多 那这个东西就跟他那个标题上的8% 或者是大家传的8%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呢 你通过常识以及查阅资料 你其实是可 你可以能够把这东西给 把你的这种偏见 或者是说你愿意听到的东西给纠正过来的 那但是有有很多人不会愿意 不会做这种事情 包括像这些所谓爱国大威们嘛 那第三点为什么他被抓呢 这件事情就更好玩了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的 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政 中共的这个政策 它就是要你开 那快速过风 让这个 让这疫情能够快速的过去 甭管付出多大代价 变态清零付出多大代价 不管 对吧 你是那个代价 现在他整个让你快速过风 全民感染群体免疫 他依然是让你付出这个代价 你付出完了这个代价 那我就可以 那整个生活就正常 可以搞经济了 对吧 甚至于他昨天 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我说的 我说他甚至有可能 就是一样的让整 自己因为是免疫挖地嘛 他要把所有的世界上的水平 全拉下来 所有的免疫的这个 免疫的水准都拉下来 然后把这些人撒到国外去 你看这回这个 这个各个这个得病的去 去那个去各个国家 对吧 那个意大利 好多温州的 温州的小老板们 他都开超市什么的 意大利好多都是温州的这些人 然后呢 回到意大利 那一个飞机上有一半的人是羊的 那这按说起来 如果任何情况下 我可以 这种人不能坐飞机啊 对不对 OK 但是不是 他要把这个整个的新的这个一波疫情传给世界 那整个把整个世界的防疫 就是这个免疫水准再往下拉 那所以说呢 那现在那你中国这块 他用的就是这个政策 你呢 用这种模式来 你等于是跟中国的这个对着干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个人啊 如果这个人他早两三个月他造这种谣 说自己说这个多次感染 五天之内感染两次啊或者怎么样的 那不会被抓的 为什么 因为那会儿造这个谣 是协助我们官方把这动态清零给进行到底的 你是符合当时政策的 你这个是奉旨造谣 或者是呢 即使没有真正拿到这个书面上纸 但是你是符合这整体的大环境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是去造这个谣 OK 没问题 不会被抓 但是呢 你现在国家的政策 那大饼子啪翻过来了 那你再弄这个 直接你就被抓了 然后被报处便利店店员 对吧 你就是一个便利店店员 如何如何 结果把一堆的所谓的这个大V全给坑进去了 当然了 这事还是挺让人开心的 不过呢 这个跟大家聊这事啊 主要是还想跟大家说一件什么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一条新闻的时候 你呢 你首先要通过你的常识进行判断它 要你判断它是不是真的 这是一个符合不符合你基本的受过的学术训练 那第二个呢 是说你要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需要去查阅它资料 就哪怕甚至于很普通的 就刚刚我举的例子 什么8%呀 这个中华大学8%的学生才有那个 进阶毕业生才有这个去向 才有工作 那不符合常识 然后你要去查阅这个资料 对吧 你一个是要尝试判断 第二要查阅资料 第三一定要始终提醒自己 不要在这个看到这个新闻 觉得它是我想要的新闻 那就相信它 这个怀疑始终要抱着 要抱要抱持着的 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的 就是我们做这我的同行们呢 因为记者这一行有一个特别强的能力 是什么呢 是快速学习 几天之内我就可以把这个一个行业 或者是某一个职业 它的那些东西了解到 就是到一定的水准上 但是呢 这个呢 并不代表你知道这个行业真正的内核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 我们做记者就是这个 以始终要防自己 把自己的这个始终放在一个 我不是真了解 这你要明白 你没有真了解这个地位上 所以呢 好多时候就是我愿意看到的 有可能它就是假的 要始终保持这种警惕 才能够在这个信息过度风营的这个时代呀 让自己呀 能够不受骗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不受骗是一个 不光是说你不是被新闻骗 你甚至于你可以呢 就是说用这种能力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也会在生活当中 尽量的不会被别人骗 这个还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期 我希望各位啊 如果你们愿意说 听我这个节目嘛 就是增强一下这方面的能力 可能会好一些 好 谢谢诸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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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